这是人类史上最高规则的一场救援行动 不只出动了这个全球许多顶尖科学家参与 同时他所出动的配备装设都是一流的 当然你所看到这个凤凰号救生舱 可以说出进风头变成了大英雄 不过很多观众朋友们不知道 凤凰号里面的监控摄影机 还包括这个地铁矿坑 传地矿工们平安健康 珍贵画面的摄影机都是台湾制造 受困地底两个月终于重见光明 凤凰号救生舱又带回一名矿工 而逃生过程中 矿工脸部表情清楚传回地面 当时在地底等待的矿工们 也透过摄影机挥手欢呼报平安 而传递这些珍贵画面的摄影机来自台湾MIT 打开凤凰号可以看到门边这一台白色半圆形的监视摄影机 就是台湾制造 从冰冷到酷热的环境都适用 而地底600公尺的高温也能运作正常 这支摄影机成为励志矿灾中的大工程 就在于它在黑暗的环境中还是可以把人像拍得很清楚 矿坑地底没有光线 但每一张矿工脸孔依旧明显 台湾科技成为励志政府救人时的希望 他们可能想要找一个方式去确保 可以知道被困住的矿工的状态是什么样 所以他就跟我们在致力的代理商做联络 验尸功能强大 让台湾制造的摄影机扮演凤凰号的眼睛 在国际注目下成为救援大工程 中间新闻李东一苏西亚台北采访报道 是在各国媒体不断地透过连线将灾区现场画面及时传送出去 而全球观众所看到的从地底矿坑里的画面 其实都是透过台湾制的摄影镜头拍摄下来的 因此Made in Taiwan在这次的救援行动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来看我们的独家报道 攸关33条宝贵性命的矿坑救援行动 举事关注 而台湾也在救援的过程扮演重要角色 您现在看到救生舱深入625公尺深地底下的画面 就是由台湾制造的摄影镜头拍摄下来 地表下大概是600多公尺的地方 然后那边的温度其实比地表的温度大概要高30度左右 那因为我们的摄影机它提供有夜视的功能 那里因为完全是黑的 所以它可以看到画面 救生舱上台制摄影机就装在蓝色铁丝网里 将地底坑道拍得一清二楚 小兵力大功的摄影机其实不过一个巴掌大 重量只有463公克 体积轻巧却能传送HD高画质的画面 而且从设计制造到生产 全部都是Made in Taiwan 一年大概销售30万台到全世界 那卖的区域涵盖像是欧洲 北美 南美 亚洲 那我想我们公司的品牌 其实是在全世界前十大 正当全球媒体摄影机对准致力 台湾制造镜头也正在及时传递 第一手的最新画面 也透过了台湾人的高科技产品 见证这场救援奇迹 这程官员李世荣特别报道 而其实在这类矿工的营救过程当中 台湾也助了一臂之力 因为就装设在救生舱凤凰号里面 监控矿工身体状况的夜视摄影机 就来自于台湾 这个夜视摄影机不但是拥有红外线夜视功能 而且还可以在摄氏50度的高温下来运作 完全符合这回地底救灾的需求 功不可没 受困的智力矿工被救出瞬间 欢呼掌声如雷 救生舱凤凰号扮演关键角色 不过您可能不知道 其中确保舱内人员安全的夜视摄影机 是货真价实的MIT 其实我们的产品大部分应用 还是用在一般的安全监控 比方说状态像银行 开挖的这个公司 他们可能想要找一个方式去确保 可以知道被困住的矿工的状态是什么样 所以他就跟我们在智力的代理商做联络 那因为我们在智力代理商 之前也跟一些其他救援的单位有些合作 所以他们就建议使用我们这个产品 不只救生舱里 地面下的画面完整呈现 让矿工家属可以放心 钻探公司会选上这款产品 就是因为它拥有高敏感度的红外线夜视功能 在地面下600公尺深的黑暗空间里 可以完全掌握人员作息状况 而数位讯号更透过网路 传送给所有参与救援的单位 提供及时资讯 能在地下高温的环境中运作也是关键 地底下的温度大概比地表要高30度左右 那我们的摄影机是0到50度 研发制造都在台湾 小兵地大工代表的除了33条宝贵性命 也让台湾的品牌在国境上展露头角 民事新闻 陈老吴俊德 台北报道